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器材 其實它是奠基於一個 一直以來很多人會討論 但是因為它絲型很複雜 所以用了比較少的一個方法 叫做雙襯法 那基於雙襯法的 這樣的概念已經出來的商品 就是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叫做黑鏡的雙襯 雙襯法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這種傳統的電子襯 它可以計算的東西就是你的給水量 對不對 就是大家一直在給的時候 上面的克數 其實就是你給水的總量 比如說給到150就是150 給到300就是300 但是實際上落進你的下湖裡面的水量是多少 其實落到下湖的水量 跟你的給水量中間是有落差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濾杯裡面的咖啡粉 它是會有吸水 譬如說我可能沖第一分鐘的時候 我可能沖了120cc的水 我的下湖裡面只流掉了60cc 中間的數據上的落差 就代表了你的咖啡粉和水接觸的時間關係 那這個數據用一般的這種傳統襯 是很難做到的 沒辦法測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雙襯所賦予的它的價值 那如果各位是居家沖組 你覺得這些數據太複雜了 其實事實上來說你是不需要用到雙襯的 所以雙襯其實是用來給一些充足玩家 一些比賽的選手 或是一些店裡面用來做校正 或是做SOP用的 好那我們大概了解了這個雙襯它的目的的時候 我們後面還會講一些實際應用 大家會更了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它泰模這個雙襯呢 它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好首先這一塊呢 是它的層面 主要的層面的部分 然後呢它還有一個這個立桿 以及這個濾杯環 這就是它的主件 然後最後是這個矽膠墊 各位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買這個雙襯的話呢 在安裝的部分有幾個部分 要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要必須先裝濾杯環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裝在我們的層面上 不然的話呢如果你先裝了這個立桿 然後呢再把濾杯環裝上去 然後上下移動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用力 導致你這個感應器不準 或是會有壞掉的狀況 所以特別要注意的是 麻煩各位要裝的時候呢 先裝這個立桿跟濾杯環 這樣子喔 把這邊轉開轉鬆 轉鬆 然後呢把你的濾杯環 往下壓 OK 然後大概你到一個你大概的位置 就這樣子 然後把你的 預備環 轉緊 這邊有一個 螺絲 好 把你的立桿呢 插進去以後 不要太用力 不要太暴力 好可以把它插進去以後呢 把你的螺絲 轉緊 然後這個螺絲的轉的部分呢 麻煩大家盡量要轉的輕一點點 因為呢這個部分轉的緊的情況之下 你的 上弧的 重量秤起來會比較準一點點 你的總給水量會比較準一點點 好 然後轉到說 好像沒辦法再轉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滿緊的時候呢 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 雙襯 的完成圖 那如果你要加這個 防熱墊呢也可以放進去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部分你要調整高度都是可以的 OK 可以調整 這邊把它轉鬆 然後你要調整高度的時候 千萬注意 如果你已經上去微調的話呢 不要壓到下面這個 稍微抓住你的立桿 然後往上下調 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不要扯到你的感應器 要不然容易損壞 那我們接下來跟大家聊一下 它的正面的功能 好首先右手邊這邊呢 有一個總開關 OK 然後打開 平常呢如果你不用的話 也不用關總開關 就是如果你要帶走 或是怕它入觸的話 可以關總開關 那目前呢 這幾個 有1 2 3 4個數字 那這邊呢 一個是總給水量 一個是總 萃取量 下半部的是總給水量 就是跟平常我們用的電子測是一樣的 那上半部的這一個呢 就是我的下壺裡面的 萃取的量 總給水量 萃取量 然後中間這一個呢 是你目前的 每秒給的水量 譬如說每秒是4克 或是每秒5克 這個是你的每秒 目前單位的水量 然後這邊就是你的時間 OK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這兩個交差組合 就可以得到一些數據 那大概有基本概念 其實我們直接來做充組 大家會更清楚知道我在幹什麼 同時呢 學長充組過程之中 會開 太模的APP 那APP的過程 我們也會放在影片裡面 可以讓大家對照一下 了解一下它到底在玩什麼 OK 那待會我也會講解一下 OK 但是你平常呢 不開APP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好我們先放濾杯 這個濾杯呢 你要用 有底座的 或是沒底座都可以 好 那會看到 這邊歸零的時候呢 它就會顯示兩個數字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充足了 好 先放 濾紙 然後呢 咖啡豆呢 我們剛剛磨好的 那我們就用一般的 我用的是 歐德磨豆機 磨4 然後我使用的是 冰桶濾杯 但任何濾杯都可以使用 不一定一定要太磨的 那我們可以看 先給燜蒸水 1 2 3 翻 繞兩圈 回 中間 記得看到 目前的給水量 我是給43克的水 但是呢 慢慢的 上半步呢 就是 滴到我的 分享壺裡面的水 其實可以看到 隨著我給水的時間的不同 它慢慢的 才慢慢往下滴 然後滴到16點多的時候 它就不太滴了 代表說 我還有20幾CC的水 一直會卡在我的濾杯裡面 進行比較長時間的萃取 那這個 到底有多少水是 是進行長時間的萃取 還是 多少水是短時間的萃取 平常你是比較難以察覺的 齁 那但是有了這些秤呢 你就可以去 揣摩齁 這些數字對於你 沖煮上面的意義 OK 好 第二段 好第二段呢 好我們先給 給到180左右 可以看到 這一段我給水的速度 蠻快的 已經飆到100多了 但是我其實流的速度呢 其實沒有很快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濾杯 事實上在我給水的時候 它的流速本身是沒有非常快的 好 給到180了 但是實際上它的流量要80幾 OK 代表說它的流速本身呢 剛開始沒有很快 那這個平常我們可能比較難以察覺啦 那我們再 給完這一次以後 我們再給第二次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旁邊的給水的 中間的給水的 每秒單位 好 現在這一段呢 往外繞 可以看到我給大水的時候 那每秒大概10cc左右 那這個數據呢 就可以去 大概去了解一下 你的給水是不是穩定的 或是大水大概是幾克 小水大概是幾克 好 最後一段齁 好我用比較小的水試一下 好 比較小的水大概是六七克左右 OK 好 300 然後我給完300的時候呢 我的 下浮大概只有200左右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換句話說呢 其實 將近有100cc的水呢 它的流速呢 是慢慢的從我的濾杯裡面流下來的 OK 好 然後呢 大約在260左右 因為我的咖啡粉大約會有 30到40cc的 漆水 OK 所以大概是260cc的時候 我就可以確定說 整體是流完的狀態 看 現在250級 我的整體流速已經變得很慢了 但是 大約可以流到255 255 260左右 好 所以這些數字本身呢 就很有趣 你可以來探討每一段的時間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267 257 258 我覺得差不多了 大概時間2分50秒 我們可以按結束 好 差不多 259cc 差不多 跟我的目標260差不多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完成了整個 過程 好 進行完這樣的過程以後呢 這個秤 到底對於我們來說 有什麼樣的觀察點 或是可能對於一個比賽選手 或是對於一個店家的時候 他有什麼用處呢 其實一來齁 我們其實在充足過程之中 我們 可以快速的了解一下 當下 我的 總給水量或總萃取量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來說 需要覺得說 真真正正對你的充足會比較有幫助的部分 就是你認真充足 把你的充足數據呢 會導到你的APP裡面 那APP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有分幾個重點 最重要是兩大重點 一個叫做重量曲線 另外一個叫做流速曲線 那重量曲線呢 其實就是總給水量 譬如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一些數據 譬如說我大概 38秒的時候 我的總注水量是42 就是悶蒸嘛對不對 但是我的總萃取量是18.5 換句話說呢 有26左右 24左右的水呢 它是卡在我的濾杯粉塵裡面的 面對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思考 譬如說這個數據 我會不會這一段 給水太大了 導致於說我有太多的水 在悶蒸的時候就已經流掉 流到我的下壺裡面了 這些水是不是 跟粉的接觸時間可能不夠 那不夠的話 我可能也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調整 比如說我的給水 我是不是在柔軟一點點 或者是說我是不是分段給水 總而言之有各式這樣的方法去調整 你要的目標 那譬如說我們再往後看 可能我在第二段給水的時候 好我是48秒的時候進行第二段給水 那我一直給到大約1分10秒的時候 我總共給了差不多140cc 那秒數大概是23秒左右 我的流下來的水大概是60cc 我給這麼多水 但是只流下少部分的水 這個數據本身對於你來說 它會不會導致於你 好像我粉跟水就時間太長 如果會的話我可以考慮 我用中心注水的方式 讓這一段的速度變得更快 變快的話 一般來說它的酸質就會增加 那你就可以增加更多的果酸 以上這些可能性呢 反正學長就是看圖大概聯想一下 那各位如果你是一個咖啡的愛好者 你說不定也可以利用這些數據 去思考一下每一段 它的粉質就時間會不會太長或太短 或是你給水的水數會不會太大或太小 這些方方面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說黑鏡雙襯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工具 它提供了一些數據 但是這些數據本身呢 並沒有告訴你標準答案是什麼 但是你可以藉由這些數據呢 自己去做聯想 然後聯想完設定好目標以後 自己再做實驗 然後呢說不定你可以推銷出一個很棒的結論 希望你強調齁 這個襯其實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它有點太過於複雜了齁 蠻難的 但是如果你是店家的話呢 你其實有一些不錯的應用可以用 比如說你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去 確認你們店員的 每個人充足的SOP 因為你平常可能只能看它的注水 但是有雙襯的話 你可以更科學的去檢視 那當然 黑鏡雙襯呢 它身為一個這麼 比較偏貴的襯 因為這個將近五千塊的一個襯 它有一些設計上面還是可圈可點的 譬如說它的可以調高調低的支架 讓你在給水的時候呢 你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把你支架調高或調低 你就很方便 或是當你充足完的時候 你可以調整你的濾杯的角度 讓它可以做別的功用 或是說你可以快速的換另外一個下壺 然後進行充足等等等 它的設計方面呢 我都覺得還是不錯的 其實它真正的價值呢 就是還是要看使用者能不能從這些數據之中得到一些啟示 然後這些啟示 能不能為你的充足帶更多的修正囉 雙襯的部分呢 大概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可以跟大家來做討論一下 因為雙襯的概念真的是蠻駐紮的 我也希望跟大家多有一些溝通 讓學長有一些啟發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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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速度 支持